水龙地区这阵子来到了午后过后 都会刮起了狂风 下起暴雨 昨天下午两点多 巴达林在野割打白沙罗的第八区 就有大树在恶劣的天气中倒下 砸中了轿车 也有大约20个熟食摊位 被狂风大雨摧毁了 受影响的小贩表示 强风暴雨突然来袭 让他们措手不及 眼看狂风直吹 大雨倾盆而下 情况不太对劲 这名小贩就立刻跑到了附近的电屋躲避 三分钟后 当女士转小 狂风停止过后 她回到了自己的摊位一看 所有餐具 桌椅 食物 散落一地 路旁有几棵大树也倒了下来 水中消整局行动组副主任 阿莫·穆克里斯就表示 他们在下午的3点57分 接获民众投报 派员到场后发现 倒下的大树压毁了好几辆的轿车 消整员就剧断大树将它移走 清醒的是 没有人上网